美国是在南海搞军事化 在南海搅局的最大推手 所以南海的很多不确定因素 和不稳定因素 其实最终的根源 在于美国的介入和搅局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和东盟国家 和我们南海洋洋国家 我们要共同来探讨如何化解分歧 加强比如说在雨业 在构建蓝蛇经济伙伴关系 那么在海洋科研 环境保护 海上搜救 包括海上搜救掩脸 连眼等等 那么这些领域 使南海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合作之海 和平之海 友谊之海